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阿凡介绍梅耳食的时候 今天去了哪里 今天去了海荔商场 当然这里只是一个巴士总站 如果你说要乘地铁来 都行几远下 有914 702 等等的车 那我们今天去哪里呢 喜少年酒楼 看到吗 一楼已经有那间酒楼 那我们都先上去 现在就要走上一层 又或者坐扶手电梯 我估计前面都有扶手电梯 那我们先进去海荔商场 进去再上上 现在昔逢已经是2.4 希望有下午茶 其实这里都是一个屋邨来的 有些场景茶餐厅等等的东西 我今天不是试茶餐厅 这里一走进来 就已经是那间酒楼 喜少年酒家 本商场一楼105号铺 那我们都先上去 看看会不会有下午茶 如果没有也没问题 我们都会说出来有还是没有 或者有些网友都住这附近 他都可能去喝过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来试 其实昨晚也想来试 但我们取缺于去了另一间 好了 一转上来便到了 原来就是这里 进去坐下 坐下再跟大家慢慢聊 进来这间喜少年酒家 点心价钱呢 午市来说就是这个价 我们是这个下午茶2点开始至3点半 茶位9元一个 小点18.5元 中点24.5元 大点28.5元 特点30.5元 当然星期六的价钱是有不同 大家可以看看 后面有些炒粉面的东西 当然下午茶另外有一张点心纸 老婆可以努力画的 我在这里大约讲讲价钱 有些东西 例如陈皮红豆沙 粟米饼 价钱都是8.8元 10元都不用 当然计算加一便要 另外还有一些煎堆仔 咸水葛等等的东西 还有一些特价的烧味 譬如切鸡 烧鵝奶 都是22.8元 叉烧和烧肉24.8元 烧鵝最贵32.8元 下面还有一些16.8元 18.8元的点心 最贵都是19.8元 19.8元有什么呢 有鲁鱼画 鲜虾腐皮卷 姜葱牛柏叶 金钱土 水饺黄等等的东西 另外还有一些正价 正价这张 先看看我刚才说的价目表 里面的食物都不少 另外也放下了一些 神祖点心指 这个大家都可以看一看 神祖 其实它有些美竹妈宝 早饭妈宝等等的东西 价钱都不算贵 而且这里地方很大 人多 所以真的挺舒服 我们先点点东西 点东西 点东西 再跟大家慢慢说 这碗是皮蛋肉碎粥 下午茶 一律特价是8.8元 其实没拿到上桌的时候 我不会抱很大期望 因为它收8.8元的价钱 你想有什么效果呢 只不过很久没有在茶楼吃的粥品 而粥品一向在茶楼吃都是暖偏热的 不会太过热 但是这里刚刚相反 哇 我吃第一口落口 有辣口的感觉 不但辣口 还要把所有材料的味道 煲在粥底里 而粥底是有米气的 不是不臭米气的 你看看 一看就知道是有米气 但是又不是过分稀身那种 味道调整得刚好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它除了有皮蛋肉碎的味道 它还有咸蛋的 大家看到吗 咸蛋白我都试过 它还有咸味保持在蛋白里面 吃下去 味道调整得好之余 还有效果煲得很好 刚才老公急不及待 听到我说热 就跟我交换来吃 对吗 是的 这个粥的而且很热 现成的粥煲起了 大家都知道是暖的 这里是很有惊喜 够热 而且味道也是够的 最后八个八有这么大碗粥 起码是等于一个饭碗 一碗半有多 所以八个八这个价钱 是抵食兼好吃 这碗是茶鱼花生粥 价钱也是八个八 在行人下午茶的字 那里选择 你们没有听错 这个也是粥品 这次为什么要选择茶鱼花生粥呢 就是因为价钱很划算 8.8 而且我记得有网友跟我说 你经常选择皮蛋瘦肉粥 很少见你选择其他款式 我这次就两样一起叫 看看效果哪样好些 其实开头吃这个茶鱼花生粥是老公 你觉得行吗 这个其实第一口 我觉得很惊喜 为什么呢 够热 真的很热 我说很热 老婆其实刚才在吃皮蛋瘦肉粥 她都说很热 那这样 就是告诉你 不是自然一个粥够热 其实是两个粥都够热 很难得 就是不是说 它主打在一个粥够热 其实是两个粥都够热 茶鱼和花生的材料 她都给了很多 这里就没有排骨 或者肉碎之类 但是茶鱼味都挺突出 花生就煲得很软很软 我想连没有牙的 网友都可以立刻咬烂和吃到 而竹底也是臭米气的 所以整体上 分量和刚才皮蛋瘦肉粥一样 够热 不过今次就加入姜丝 可能茶鱼都怕有少少腥味 所以姜丝的效果 加了下去 都会将味道辨腥一点 其实整体上 我不觉得它太腥 不过如果喜欢吃姜的人 会觉得很满意 是好吃的 这个是白酱蒸鳳爪 在限一下午茶里 是18.8元 鳳爪来说 它也有五个 当然五个七个 就是我说 一个可接受的数目 这个鳳爪 它也很够淋 即是够入味 够软骨的位置 都能够掉 醬黄也做得很好 你看它的汁 这些汁 刚好紧紧熟 不会过多 不会过少 当然它占底有些花生 花生 也不属于 未够淋 或者淋过聋 所以这些鳳爪 味道也好 而且炸得也够透 咬骨 软骨也咬得掉 所以真的十分之好 18.8元来说 我觉得很值得换 这个鳳爪 接着这个就是 精型虾骨王 在下午茶来说 特点价值30.05元 一龙有4个 虾骨骨 虾骨来说 它尺寸也挺大 而且里面很够 湿润 调味很够 虾当然味道最爽口 外面很多啤水 咬出来 好像很正的虾腸 很爽的 但当然这里味道最爽 里面调味很好 不是过客 也能保持虾骨的鲜味 所以很适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没有穿 而且里面有很多汁 所以咬下去的口是很舒服的 吃下去不会干燥燥的那种感觉 这里虾骨与虾骨之间 不会黏得太滑 也不会蒸过籠 这东西真的很重要 30.05元来说 我觉得都很值得 而且值得叫你吃 还有我说说 这里有神祖的早茶大有味 它每龙14.8元的水晶虾骨王 一龙有3粒 这个有两样东西 要么是一碟9.8元的香脆韭菜饺 这个我也会拍给大家看 只限星期一至五 这个也挺划算的 大家早茶也可以来试试 虾骨与虾骨会比较划算 3粒14.8元 这个是蟹子烧米王 下午茶来说 属于大点 价钱28.5元 虽然便宜虾骨2元 但我感觉这个烧米也不顺色 很多时候外面的烧米 比虾骨更贵 这里就反过来 烧米会比较便宜 你想想 烧米这么便宜 会不会不好吃 错了 这里是好吃的 它里面是切肉 肉是很新鲜 肉汁够 有肥猪肉 当然4粒做不到 只有3粒 但肥猪肉真的很香 虾当然质素 和虾骨很接近 尾巴最爽的一只 但它的菇香味很突出 这里的菇 令到整个虾骨特别好吃 另外它的鞋子也咬了一口 而且这个皮 它没有蒸过浓 你看看 还很挺身 你看看 它不是软软软软的 那一只 这4粒来说 又大粒 28.5粒来说 真是很划算 今天这里的虾饼烧马 它做得很突出 所以告诉你们 未来的点心 我相信 应该都不会差到哪里 因为两样 设计的东西 它都做得很好 这个挺好吃 而且挺划算 28.5粒 那张纸 那张纸 那里选的 价钱24.8粒 其实烧尾方面 最便宜的是 切鸡、油鸡和烧鸭 22.8粒 叉烧和烧肉 24.8粒 烧鵝最贵 32.8粒 可粉不弱 你看看 我现在浸了不知多久了 起码超过半个小时 但是 它的可粉是 又薄又滑 又不易断 还要是份量很多 那面头 它都放了一堆葱 还有两条 绿得挺漂亮的菜心 中间白色那一点 仍然保持到 那菜心的狂 吃下去都有一些甜味 但是最贖 不是可粉和菜心 最贖是什么呢 就是汤底 我想我起码 吃了100次 都没有一次 好像有这个汤底这么好吃 它将烧鸭的味道 已经做到汤底里 很好吃 好像我小学 扭计要吃烧鸵奶 特意去买烧鸵奶那种味道 是有很浓郁的烧鸭味 浸了一些河粉 而今天挑选的烧鸭 是烧肉 烧肉整整的 大概有7个 有大有小的 我试了其中两个 都是比较偏小的 皮也算是脆的 不过不是最脆的口感 烧肉方面 它都不是做到很咸 不像沙尼毒的部分 但是有些就好像比较蛇皮 中间的一块 就挺身 精神 咬下去 肥瘦适中 是挺好吃的 在旁边那两块 比较蛇皮 看着咬下去 其实它就会 没有那么软滑 它是会有点硬 还有柴口的感觉 不过的 味道调制得挺好 不会过咸 也不是没有味 最重要是皮够脆的 今天这里24.8 吃到这碗河粉 嘩 真是令我喜出望外 这碟是煎鸯茄子尖椒 价钱19.8 我也是在休闲下午茶那张纸 那里选择 尖椒和茄子就割两件 体质都不弱 都挺大件 鱼肉那方面 都正正常常 有点弹牙的口感 但是你问我 有没有虾米 或者其他果皮味道 它是什么都没有 只是加了一些葱粒 口度都超过0.5cm 吃下去的口感 蛋牙挺好吃 调味方面也挺好 而尖椒和茄子煎完的效果 都相当不错 有焦香位 还有碟底 都没有呈现一粒粒 油猪 不是极之泛油光那种 但是已经煎得出那个效果了 尖椒最重要是炒炒地 好像虎皮那样的纹 所以虎皮尖椒 茄子就不是挺直 也是有些炒炒地 底下那边也有焦香位 煎得已经软軟了 味道是挺好的 而且它给的份量够多 我觉得19.8cm 拿到上桌的时候 热辣辣也挺好吃的 最后它也配了一碟甜豉油 它也用了一个很大的碟来装着 方便你尖酱的时候 不会被尖椒和茄子 阻止了位置 这个碟的形状和大小是挺好的 整体来说我觉得抵食 而且效果不错 这个是姜葱牛泊叶 19.8cm 在逛1.5cm 这条牛泊叶也很大 有很多件 我猜最少有7-8件以上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 它没有白萝卜底 这个是很足料的 虽然它的盒子不是太大 起码这样就会足料很多 另外它的薑丝很多很多 你看看多夸张 刀工很好 切得很柔 再加上它有些红萝卜丝 这些是一定有的了 有些会加些葱粒 这条葱粒就比较少一些 不太够 但是牛泊叶它蒸得很好 不会过去不会过去 看下去就知道了 很挺身的 很精神的 另外它也很爽口 咬下去不是很硬的牛泊叶 切内的尺寸不会太大 有些大到一块已经吃了半碟 它不是的 起码每人都可以品尝到一块以上 如果4个人 所以这个19.8来说 都是很好吃 它的调味调得很好 而且很够热 因为我们放了这么久才吃 它仍然是暖的 所以来到真的很热 这里的点心全部都很热 这碟是香脆韭菜餃 一碟有三件 价钱8.8 大家没听错 是8.8 又是好像皮蛋肉碎粥 一样这么划算 所以没办法了 饮着手 都要咬下去了 一直煎炸东西 我和老公是一样的 一碟皮就一碟纸 最好 千万不要咬得太多 除非那样东西是很久没吃过 或者真的很想吃 否则我免得过就免得 猜不到 一拿到桌上桌的时候 我觉得 为什么扁踢踢的 应该都没什么馅料在里面吧 原来剪刀了给你看 刚刚相反 你看那些韭菜馅多丰富 都挺厉害的 超过1cm 还有占的范围面积都很大 表面的皮 是用了几块包饺子的皮 混合了 然后就扔了在油锅里 炸得很酥脆 炸完效果也算是挺好的 碟底其实也有少少泛油光 不过都算是合格 有余的了 它都逼了八九成的油出来 咬下去不会整口油 还有韭菜味都吃得出 都比较新鲜的 虽然不是最新鲜那种 而且它收到八九成的油锅里 有这么多馅料 效果也做得不错 我已经收货了 接着讲讲这个淮旧腊肠卷 十九个八 一龙有两条 其实这个腊肠卷 我们没有预计到的 但是看到它拿到来 又是我们的桌子 那就算了 我们又喜欢吃 如果我们不喜欢吃 我就叫它拿走 譬如说你来了炒米粉 健康粗粮糕 那些你不要搞我了 我们两个都不适合吃 当然炒米粉它对 粗粮糕我真的 我们两个都不适合吃 这个腊肠卷 我打算满心欢喜 看到很大条 又挺正的 这么大条腊肠 树不知一揭开之后 吃完一个 哎 失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包是可以 是不错的 但是腊肠 看着这色质 没有油脂感 没有香味 完全不像腊肠 我觉得它像什么呢 厨师排香肠 里面加了一些肥猪肉 完全没有那种 咬下去有些油脂 滴下喉咬喉的感觉 完全两回事 所以这个腊肠卷 我感觉上就比较一般 你说到这一刻 有点心终于真的要弹 这个完全不行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个腊肠卷千万不要喊 因为是真的不好吃的 灵魂就在腊肠里面 竟然腊肠就不行 但是呢 包皮它又可以 没理由告诉我 吃腊肠 吃腊肠吃过包皮 如果吃过包皮 不如吃过莲蓉包也好 吃过什么包也好 所以这个真的不值得喊 这碟香西牛肉腸 一碟有三条 属于终点 喊茶 价钱 二十四个半 我们叫了十二款点心 镜头面前见到的香西牛肉腸 是第十一样试食 虽然吃下去的时候 连暖的感觉都没有 已经是冰冰冰了 不过我们平时都惯吃冰的食物 所以没有减退到我 对香西牛肉腸的热情 试起上来 都是认认真真 咬下去第一个感觉 就是觉得腸粉皮不错 有烟硬度 还有有米漿味 不是軟 不是梅 而且它的馅料都包得挺丰富 那里面那些是滑偶 那份量也挺多 而滑偶那里 它拌起了葱粒和马蹄 咬下去 都不仅仅一粒半粒马蹄 都有几个位置都有马蹄 但是你问我 有没有芫荽和果皮 它就没有 那整体上 配合起甜醬油 是挺好吃的 那我想象到 如果是热吃 是会更加好吃的 因为它的腸粉皮的效果 挺不错 和滑偶的份量 都比得多 调味方面都挺好 那整体上 我觉得二十四个半 有三条 这样的质量的香西牛肉腸 都已经相当不错了 不过它的名字 改成香葱牛肉腸 就比现在的名字 香西牛肉腸 最后它也是 另上一碟甜醬油 吃起来 是份内滋味好吃 最后最后 这个就是脆皮粟米饼 价钱是8.8元的下午茶来说 其实有几样东西都挺划算的 都是8.8元 我们也叫了四样东西 只差两样是糖水 我们应该不会叫的 这个粟米饼 一碟有三件 但是三件来说 都做得不错 第一它一定是炸定的 只是用一盏灯 照着它保持温度 让它不要太快淋 又或者冷了 因为这些不同 炸云吞 炸云吞凍了都好吃 这些一凍了就未必好吃 现在来说 它仍然是暖 即是它拿出来 应该会比较热一点 再加上 它这里的粟米饼 不是真的只有粟米 那么简单 它里面是混了鱼肉去煎 当然它也夹了一些 类似的云吞皮在表面 来炸它 迫油功夫也迫得不错 你看看 碟底虽然有些油 不是很多 多得很紧要 这个咬下去 还是很脆口 爽爽的 当然是否咬得很夸张 可以像炸云吞 那样 试到给大家看 一定做不到 所以我也不咬给大家看 8.8.8 来说 有3件 我觉得是挺划算的 另外讲讲 刚才老婆说的 香脆韭菜饺 也是8.8 其实如果早上早茶优惠 反而更贵 9.8 所以为什么我说 叫虾饺会比较划算 虾饺是14.8 虽然只有3个 我们现在下午茶特价 虾饺也30元 所以是否早上早茶14.8 所以韭菜饺会比较划算 所以韭菜饺会比较划算 那便会比较贵 好了 来个美人招镜 食物都差不多吃完了 接下来讲讲最后总食评 这家喜少年酒家的食物 有好有不好 先讲好推介的 虾饺烧买 无可厚非 这东西真的要告诉你 一定要来试 而且价钱 虽然是28.30元来说 我觉得也真的做得不错 另外牛扒业 竟然是争裁实料 没有东西占底 这东西我觉得真的做得不错 而且凤爪 凤爪的味道也很突出 有五只 我觉得已经合格了 最棒的是那两个竹 当然不用说 价钱还要是8.8元 我心想竹铺也未必能买到 8.8元 又够大碗 又够热 又够竹料 又够味 这东西很重要 所以差不多说 很划算 8.8元来说 我先讲讲这段服务 服务员十分之好 是可以用十分之好 其实我们刚才六夜 有个服务员说 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做的 我相信这段收音也会收下来 我看能不能播放 如果能播放就不能播放 也没办法 所以这里工作 他们上下一心堆黑 是很好的 而且他觉得这些东西应该做 我问他多拿一张餐纸 他说没问题 是完全可以的 他说不需要麻烦 我觉得这件事是礼貌 我虽然是麻烦 但他也说是应该的 这件事我觉得他们真的做得很好 好过有些酒楼 我问他拿一张餐纸 就像国防机密 说不让我拿来看 这些基本上我告诉你 你都不需要再做得好 虽然这里我看到一些旧式酒楼 和屋邨酒楼 可能生意也不太好 但我觉得他们的服务 他们对人 或者食物 都完全对得住一间 是叫良心食市的 虽然这样说 不好生意 可能随时会太弱流强 拜拜 但感觉上 我觉得这一餐 我吃得很舒服很开心 其余的东西让我老婆说说 说漏了 我刚才给他试了烧美河粉 好吃吗? 是的很好吃 他的汤底很棒 你看 他咬着香脆粟米饼 他在这里赞我那碗河粉 说回今天 今天的推介 其实跟老公都不枉多样的 一模一样 还有我觉得这里差不多一开手 拿来的点心 已经是好起出妄外 因为够热辣辣 份量够多 和做的效果 全部都满意 我觉得就算一间酒楼也好 餐厅也好 我叫了十几样东西 他不会 即是我没试过 应该这样说 我没试过 每一样都赚不绝后 多数有些都是中规中矩 普普通通 或者有些是差的 我觉得这东西是反映现实 是很正常的 不会像有些餐厅 原来是不可以有给食客 感觉上是要说他不好吃的 或者是普普通通的 他一定要是大赞他的东西好吃 才可以出街 我觉得这一样行为 又比较怪一点 说真的 那个负责人 都应该有去其他食事 帮衬 如果去其他食事 难道他叫每一样食物 都是好的 我又不太相信 难道他每次叫100% 都是满意的 我又不相信 所以我觉得有分高有分低 是正正常的 就算有些是刚合格 都是很正常的 今天这里居然是一间 普普通通的屋邨酒楼 但是效果做得好 还有全部食物出来 份量够大碟之余 还要够热辣辣的 调味方面都很好 我觉得吃了这么久 我起码没有颈渴 或者讨厌不想吃的口感 就算老公刚才说他的 腊肠卷 不是我们心目中理想 那种腊肠卷 但起码我吃入口 我都觉得OK 我可以接受的 至于你说 是不是这么满意 那当然不是 但是我觉得 起码不会想放弃 扔下不吃 是一个普通食肆里面 找到这么多东西都要赚的 我觉得是 已经可以比较到 一些大酒店 或者很高级的食府 这里的厨师 和一些事应 甚至部长 经理都尝一心 经营酒楼是不容易的 还有我觉得 效果出来做得这么好 也不容易的 那这一间喜少年 我未来过 但是我今天吃得很开心 那我今天说的就是这么多 好了 今天是唯一个腊肠卷 就比较失色一点 我就觉得不推介 但是是不是你说 完全可以扔下不吃呢 又不是 都吃得下口的 那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看我的影片的话 订阅、赞好、分享、留言 多谢大家支持 拜拜 我研究一下去晚市的餐单 我挺欣赏这里的厨师 不知道是否怎么申报 还怎么申报 后获还后获 如果研究完餐牌 有兴趣的话 我可能会安排来吃的 下次再找个其他食事给你们看 拜拜